晚中瞩目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正式上演 一开始断臂幽默家贾梅尔 杜博之伴随着足球巨星奇达类传递火炬 老主委啊 这种奇妙的安排是为了告诉众人 巴黎迎接奥运会的同时 也将迎接长奥会 当奇达类把奥运火炬传递给三个少年时 少年先后上船 船只刚刚启动 突然船队死了发点 巴斯特里茨桥上攒起了隆隆的蓝白红烟雾 它代表了法国的国旗 烟雾尚未完全驱散 第一艘陆场的船只满载着希腊代表坛 死向了埃菲尔铁塔 两岸的观众跟随着船上的运动员 一起欢呼雀跃 随着赛日日干事部的歌声 阿富汗南非阿尔巴尼亚 阿尔吉利亚等参赛者乘坐的船队 先后缓缓死向观礼台 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 陆场仪式的各代表团 以法语首字母为序陆场 中国代表团排占第41位 85艘船只从奥运船队始发点 阿斯特里茨桥一路经过多个景点 抵达埃菲尔铁塔对面的特罗卡德罗广场 26日的奥运开幕式还给予了法国历史上女英雄无比崇高的地位 在国会附近我们相继看到法国女权主义者 奥兰普德古勒巴黎公社重要人物之一 路易斯米歇尔给予女性堕胎权的法国政治家西摩纳唯一 在新桥上 法国式的菜高桥特别的别致 法国巡农兵飞行表演队还在桥上展示了一个粉红色的心 抵达了对体育事业的乐爱和对全人类广泛的关爱 2024巴黎奥运会是法国巴黎即1900年1924年后 时隔100年再次主办夏季奥运会 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三次夏季奥运会 这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不在体育馆内举办的开幕庆典 我们简要介绍了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后 回到今天的话题 美国大选哈里斯气势如虹 晚思撑了川普的鸡肋 拜登宣布退行并支持副手 哈里斯出征后 民主党阵营士气大正 周三发布的三份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支持度领先于共和党提名人创 值得注意的是 哈里斯选情要加分 参见并非要说服那些已经有自己明确投向的选民 而是赢得先前未决定投给谁的游离的选民 尤其是之前对票投拜登裹足不前的年轻人黑人和拉丁裔选民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富人米歇尔已经正式支持哈里斯 代表民主党 决筑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奥巴马夫妇在7月26日发布的一段一分钟的视频中 记录了他们与哈里斯之间的一段私人通话 他说我们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 米歇尔和我非常自豪支持你 并尽我们的所能帮助你通过这次选举 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奥巴马对哈里斯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将是历史性奥巴马夫妇的支持 凸显了美国首位黑人总统 与首位黑人女性 以及首位亚裔副总统之间的友谊 和潜在的历史性的联系 奥巴马夫妇可能是正式支持 哈里斯最后一批重要的党内人物 奥巴马夫妇也是筹款的高手 并且在大型的竞选活动中 是受欢迎的民主党候选人的代言 一 以五股顺风助推哈里斯 一 根据Blueprint民调 选民把美国通货膨胀归咎于拜登 并不怪罪哈里斯 二 同一份民调显示 在堕胎议题上 哈里斯遥遥领先于川普 随着选战从川普对决拜登 转向川普与哈里斯对决 堕胎议题变得更加显距 哈里斯在维护生育自主权上 占优势就格外重要了 并根据民调显示 11月投票日前夕 双方阵营在堕胎议题上 立场明显分歧 对民主党阵营大大有利 三 哈里斯的另一优势 是既能吸引 好厌拜登 也厌恶川普的选民 由高尔的数据显示 这群选民为数庞大 并且背景多元 在国会选举中 倾向投给民主党 这些选民 如其说是典型游离选民 不如说是对拜登失望的 民主党支持者 渴望随哈里斯掌旗而归对 是竞选搭档 对哈里斯有利 川普之所以选择万斯 作为副手 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 和忠诚 而不是基于选举策略的考量 否则川普本意选个温和派人士 来迎合摇摆州选民的口味 但万斯的政治立场比川普还要保守 对照下 哈里斯如果挑选 宾州州长 夏皮罗和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 凯利当副手 在这两个摇摆州都能壮大民主党声势 5. 加杀以色列士提是民主党一个潜在的弱点 今天就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访问美国期间 哈里斯发表了强烈谴责哈马斯的讲话 哈里斯在讲话中猛烈抨击了哈马斯 他指出战争是由哈马斯发起的 以色列有自卫权 哈马斯屠杀1200名无辜者 其中还杀害了44名美国人 哈马斯在行动中使用性暴力 哈里斯还一个个读出了被哈马斯绑架的美国人资的名字 另外哈里斯还谴责昨天在华盛顿联合车站 举行反以色列抗议活动 由此可见 哈里斯抨击哈马斯成功的弥补了民主党的短板 二 万斯成川普的恶梦 与哈里斯和党内极右极实划清界限不同 川普尤其是他新鲜的搭档万斯 却在极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川普和万斯昨天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独家专访 在采访中川普表示自己告诉 泽连斯基战争必须结束了 因为俄罗斯太强大了 他们打败希特勒 打败过拉破仑 有成千上万的塔克 川普还认为普京可以直接进攻北约 川普再次提到如果他是总统 普京不敢发动战争 因为他手里有油价的牌 普京发动战争后油价翻了一倍 其实稍微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 俄罗斯在历史上就败给过日本和英法联军 如不是美国的支持 苏联在二战中不可能战胜希特勒 川普战争期间 国际原油的价格在60美元一桶左右 俄罗斯刚刚入侵乌克兰时 油价的确飙升到120 但随后机器限制了俄罗斯的油价 现在油价稳定在80美元左右 川普的言论表明 他缺乏国际战略的目光 不尊重盟友 内心惧怕独裁者 更离谱的是他的搭档万斯 在前几天刚刚指出 美国是由没有孩子只爱猫的女人 操控了之后 万斯昨天在一次讲话中 居然呼吁取消没有孩子的人的投票权 不得不说 在21世纪的今天 很难相信这是一位美国参议员说的话 倒更像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观点 万斯现在已经成了历史上民调最差的副总统候选人 中西部有几个州44%的选民表示不喜欢他 只有28%的选民 喜欢他 川普选万斯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拉中西部几个州的选票 二是万斯的资历太浅 在党内没有根基 容易操控 现在看来至少第一个目标没有达到 更不利的是 万斯的极有言论和投机精力会让他失去不少温和的选民 有八成共和党领导们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川普选择了万斯 这几天已经有人说按照川普的料性 他可能要抛弃万斯了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迹 毕竟有川普参加的竞选 一直都是喜欢他的人和讨厌他的人决定的 之前讨厌川普的人也很难接受拜登的老伴 但拜登退选后 他们对川普的讨厌就变成了对哈里斯强大的支持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法国巴黎的奥运会 美国女子短袍运动员阿利森 费利克斯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前几个小时 接受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 他表示如果民主党推选哈里斯做总统候选呢 如果哈里斯在1月15日胜选的话 将改写美国的历史 费利克斯说 作为一个美国黑肤色的女儿的妈妈 我真诚的希望这件事会梦想成真 这样我的女儿可以亲身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件 我的女儿也可以看到 她实现自己梦想是无限的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